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份合同啊 第三条和第五条啊 再仔细地推敲一下 好的 李总 修改好以后给我拿过来 宋总 进来 宋总 你怎么来了 您可别折杀我了 还是喊我青春吧 之前 确实是我做得不好 您看在我年轻 不懂事的份上 就别跟我计较了吧 这话说得就见外了 咱们这也都是为了滑腾置地 来 先坐下 坐下 这年轻人哪 哪有不犯错的 只要亡羊补牢 畏微完颜 今天苏志念 又拖延了给供应商的款 严重耽误了工程进度 我想让他 尽快尽身离开董事会 这件事情 多少还需要您的帮助和支持呢 我肯定会支持你啊 只是让他名正言顺地 把股份吐出来 这事的确有点难 咱们得想办法找到他的证据 才要跟他谈判的砝码 他给六星泄露的商业机密的证据 找到没有 暂时还没 不过验过刘衡 我一天找不到我就找两天 两天不行 我一周 一个月 这种事啊 以早不以晚 再等着等着 黄花菜都凉了 那您的意思是 这样 这事你就别管了 你李叔啊 好歹还有些人脉 我试试看 那就辛苦李叔了 应该的 应该的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好好好 您先忙 你去忙 你去忙 谢谢你的咖啡啊 不客气 老板 李达民 陈总啊 果然不出你所料啊 他俩还真闹上啊 你让黄总的那一助攻啊 那可真是神来之彼 依我来看啊 要不了两个月 滑腾之地 就完完整整地 会交到你手上 别忘了啊 到时候可得给我 一个好价钱 两个月 李总啊 怪不得你在滑腾之地 这么多年 一直是个副总 我只给你一个月 下班了吧 对 我们一起去医院看宋伯伯 下次吧 今天晚上我约了暖暖 暖暖又不是不认识 叫他一块儿 我们先去医院 然后叫他一块儿吃饭 格尔斯奈特 你懂的 你在呢 有一点点不方便 好 那我们明天见吧 尹南哥 行 注意安全啊 知道了 尹南 怎么了 你今晚有安排吗 暂时没有 什么事啊 我想你了 尹南 快吃饭了 快去把手洗了 嗯 来吃饭吧 清中鱼要趁热吃才香 好 看什么看这么认真 好 先吃饭吧 吃完了再工作 饭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马上 我看完这点就过去 你先吃 是你约我来你家的 我从进家门忙到现在 你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 送青春的事就这么重要吗 什么青春不青春的 这是我的工作吗 你之前还说 我认真工作的时候最有魅力 你 今天没用香水啊 下班前 我特意在台里洗了澡 换了身衣服 我怕你总得伤那个 和我用同款香水的小张下班 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青春我们俩的事啊 昨天 我看到你送他回家了 还听我相聚的 乖 别闹脾气了 乖 别闹脾气了 这可不像你 那我应该是什么样的 只有送青春 才配闹大小姐脾气是吗 你今天怎么回事 好好吃顿饭不行吗 秦以南 我很清楚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愿意容忍是因为我爱你 你 不要随意践踏我对你的感情 刚刚是我不好 以后你的饭还在锅里我就过来吃 不 我做饭 你吃 你也知道 我受过宋家很多恩惠 这次回来也是想帮青春处理公司的困局 我回来还没几天 什么事都还没有处理好就谈情说爱的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对了 你那天去采访青湖项目的招标会了 你跟万诚的林总有交情吗 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 苏之念把华藤之地的策划案泄露给的对手公司 现在跟青春闹得很僵 盖隔资本撤资是早晚的事 这样一来 青湖项目就真成了救命稻草了 我想再争取争取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跟林总谈 华藤之地的法务总监 还是宋青春的代言人 你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不提了吗 齐已难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苏之念和宋青春两个人的关系 或许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直觉 来 老叶 咱们先喝一个 好 来 老叶 来 老叶 咱们先喝一个 还行 这就行 老李啊 这回我可算是帮了你大忙了吧 咱们这叫互惠互利啊 你可不能得了便宜还买乖啊 青湖那个项目 知道 万成也看好你们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我们华藤之地的锅了 是是是 那杯款啊 我明天就给你打过去 你看 老于你这个人啊 就是仗义 其实啊 当初还真有点范畴 我在想啊 招标会以后 如何把矛头引向苏之念 还担心啊 宋青春她到底会不会相信 没想到她这个傻丫头 成了咱们的猪队友 我稍微地扇了扇阴风 点了点鬼火 轻松搞定 你说 这宋孟华这么精灵一人 怎么就养了一个 傻白甜的女儿 这就是一句老话 你猜傻白甜 黄鼠狼生号 我可是爸总能生 你活不如一汪 来来来 咱们干一个 来来来 干一个 来 干一个 里边的 别谈了 我们这要谈点事呢 你先出去吧 来 干一个 干 来 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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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这是您点的酒吧 我点的酒 你又点酒了 唯我 你弄错了 不好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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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录到了吧 那走吧 刚结束了十个小时手术的颜知园打开了手机 落寞地发了条微博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 某人才是 好像颜医生和书总进展停止了 虽然几何学上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果 但是理论和生活的距离吧 看来 我是时候出手 你说是不是争议啊 是不是他揭露的 这个 我好帅啊 是不是他揭露的 您放心吧 既然各位董事都到齐了 那么在会议之前 先让我们听一段录音 什么录音啊 老李啊 这回我可算是帮了你大忙了吧 咱们这叫狐会狐狸啊 你可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清狐那个笑话 我知道了 万成也看好你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我们华同之地的 这款啊 其实啊 我当初还真有点犯愁了 我在想啊 招标会以后 如何把毛头引向素质点 还担心曾青春 他到底会不会相信 没想到华腾是个丫头 成了咱们的猪队 我稍微地删了删意 封建了点 假的 确实是假的 这位股东想一想 我也是华腾之地的股东啊 我这么做 对我有什么好处 那这笔钱怎么说 在十五分钟之前 六星集团的余总 给李副总打了笔款 事实就摆在眼前 李副总与六星集团早有勾结 甚至不惜将公司的竞标方案 泄露给对方 造成了华腾质地的重大损失 我动于董事会 开除李大明 停止他在公司内的所有职务 还请各位董事支持 应该开除 对 大明 大明 这事您怎么解释 我身正不怕影子歪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是 这件事情我的确有责任 这个账户 一直是陈秘书他在管理 我做梦都没想到 他竟打着我的命意 在背后做出了这么脏的勾当 总而言之 我顶多 顶多就是管理不力 立刻成立调查小组 在调查清楚 到底是管理不力 还是深度参与之前 就请李副总好好在家休息 另外 我们还有一个人证 目前出于保护 就暂时不让他出面了 叔叔 我同意调查 但是 你们不能冤枉我 你是真的要开除媛媛吗 她是有错 可也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而且在那种情况下 她肯定是 迫不得已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再有人犯错的话 你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他们也许都会有自己的迫不得已 包括李达民 他会用这个攻击你 还有公司里的其他员工 他们会无视公司制度 只顾着跟你搞好关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你这么做 未免有点太不像人情了 我不反对你用人情拉拢人心 但是你不能让人情 成为你的负累 公司分明 是一个上位者的必要条件 好了 不是说好要去医院的吗 走吧 现在你终于他们会 他在哪里 你会把你设置 听起来 都没有这些 你就是的 你都要去看 你不会走 我会觉得你还是没有 那样两样 是那样的 你我还要想要 把我一样的 我都要问你 我不要想要 那些人 你是哪个人 你会想要 怎么个人 让我帮你挑男朋友 只是告白不成 就换成欲擒故纵了 这个比较喜庆 比较般配 这我不是挑年画 要不你再看看其他的 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不错 怎么了 一个都看不上 我相信你的眼眶 这明显就是降维大气 怎么过不成威胁呀 这么看着我也没用 只是告诉我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行了 没事了吧 那我走了 严医生 你再看一看 我这儿还有两个 你看一看 严医生 李大明的事呢 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现在就得想办法 约万诚的林总 不过林总这个人 宋青春 你干什么 尹南哥在等电梯呢 你没看到 怎么了 你是怕他看到我们 在一块儿吗 不是 之前为了引李大明上功 我连尹南哥都一起瞒着 是不是得跟他解释一下吧 走了吗 走了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哪儿呢 他朝我们走过来了 别看我 到哪儿了 还有十米吧 怎么扒呀 还有五米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总的 姑娘 不要帮助我 不需要不需要 谢谢 你那尹南哥走了 走了吗 你不是说他回来了吗 他人呢 我怎么没看到他 我明天约了林总 你好好表现 别给我丢脸 万诚的林总 他不是一直不肯见我们吗 你怎么说服他的 等你搬回来住 我就告诉你 苏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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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来干吗 来都来了 看宋伯伯啊 不行 尹南哥在里边呢 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啊 你说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关系 我们什么关系 总之 你不能进去 你先去盐医生办公室待一会儿 等他好我叫你 他不值班 那 那 你先去买点吃的喝的 等他好了给你打电话吧 多退少补啊 最晚八点 自己看着办 去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你不会怪我吧 尹南哥 只是觉得有些受伤 我也不 这次就算了 下次要是再和万人联合起来骗我 你可就没有这么甜的苹果吃了 谢谢尹南哥 真乖 你怎么来了 苏总也太客气了吧 还带了这么多东西 前日他给的 有什么好客气 搞什么鬼啊你 你自己拿着吃吧 你自己拿着吃吧 家属给我出来一下 哦 来了 苏伯伯 我帮你吃了一会儿这个苹果 这个苹果不甜 我替你把它扔了 好 这么晚了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朱德离这也近 打个车就回去了 那好 大家跟我说一声 嗯 好 注意安全啊 嗯 可以过来了 啊 现在满意了吧 赶紧走吧 好 材料都准备好了吗 都好了 待会儿接林总一定不能出错 宋总好 方案的事情 你让他们盯紧一点 好 喂 尹南哥 是秦尹南的家属吗 这里是人机医院 秦尹南刚刚被人打上送进手术室 麻烦请快过来一趟 好的 我知道了 我先去到医院 医院 护士 他怎么样了 嗯 没事 一会儿就行了 听说是给华腾打官死得罪的人 被恶意报复了 你是他女朋友吧 跟我去把诸件手续办了吧 哦 好 谢谢 谢谢 下次小心一点 青春 暖暖 青春 你也来了 嗯 刚接到医院电话的时候 吓我一跳 还好 没什么大碍 也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暖暖正好也来医院做体检 平时忙得都见不着 没想到今天凑在一块了 哦 对 我今天正好有法律问题 想咨询尹南哥 没想到打电话的时候 完了完了 尹南哥 既然你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暖暖 这是住院清单 帮我照顾好尹南哥 好 拜拜 拜拜 没想到 青春来得比我早 住院手续都已经给你办好了 有你陪着我就好了 苏总 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你下午去哪儿了 尹南哥受伤了 我来医院看他 林总呢 林总今晚的飞机回海城 苏总也拦不住 我刚送他回来 他现在 总之 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生气过 要不 你今晚去我那儿住吧 等他气消了再回来 不用了 我现在回去 这次是我的错 谢谢你啊 匆匆 你在何谁打电话呢 没谁 一个客户 请快查清楚林总在海城的地址 好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林总的事真的很抱歉 尹南哥今天受伤了 我临时去了一趟医院 所以就 宋青春 你这些道歉的话 不应该对我说 被你放鸽子的是林总 被你辜负的 是那些陪你加班加点的 华腾置地员工 好了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如何改变万成 对华腾置地的恶劣印象 嗯 我知道 我已经上正号查理林总的行程 他已经回海城了 我打算 亲自登门之前 那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收拾行李 去机场 嗯 那我这就去 小姐你的房卡办好了 嗯 好 谢谢 不客气 请稍等 我已经联系了林总的秘书 约好明天一早去拜访 你还算有点知行李 我都联系好了 这点操作的事我还是有的 明天下午就能安排彩排 谢谢老师 明天我们快好好排练的 没韩香 芭蕾舞大驾 哦 我不管啊 这次你一定要陪我 我在呢 上回我就住在走廊镜头 可怕我吓死了 有我在就不怕了 走吧 哦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别自己吓死心 还只让我给遇上了 嗯 不会这么邪门吧 房卡没问题 刚才可能是系统有些故障 实在不好意思 请问你们还有别的房间吗 哦 抱歉 这周末刚好有芭蕾舞团巡演 咱们的房间都已经订满了 实在不好意思 好的 谢谢啊 不客气 咱们吃了 要怎么会吓死 我又有什么ivities 你烤脏 你烤脏 我们家里辆的房间 跟我们家里进一步 哦 是 不是 你烤脏 你烤脏 就那里 你烤脏 你烤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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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s Rotha? 呀呀呀呀呀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龙虾呢 路上呢 很快 我的腰 我 怎么了 我在看他们直播呢 拆到了我最喜欢的隐藏款 小龙虾 苏织亮 不好意思 自拍 忘了挂什么的呢 看 看一下 风雨 风雨 雨 雪 你觉得我 Sharon 我死了 那么 роз Riot 真是 我在我呢 罪了 谁偷拍你 宋静春 这个点你们还在一起 你们发展到什么进度了 没什么 也就是让我到她房间吃小龙虾 要不小龙虾我们改天再吃吧 今天也不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其实也还不算晚 是我贵了 我好贵 真的可以辟邪啊 求贡小 下次出差贡床头 辟邪 刚才在大堂里你也听到了吗 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 总是出现一些邪门的事 不过你来了就没事了 正好 借你照片用一下 我还能称住妖魔鬼怪啊 你可以的 你有时候我比鬼还可怕呢 宋静春 马上把它删了 过了今晚就删 好吧 好了好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晚晚晚 走啊 走了走了走了 拜拜 拜拜 有了这 宋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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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一眼 小龙虾马上就到了 我们一起吃吧 你刚才不是说你困了吗 我又不困了 太晚了 你刚才还说不算太晚呢 我困了 精神精神 一起吃吧 我点了那么多吃完也浪费了 是不是 小龙虾多好吃啊 是不是 跟我一起吃吧 你是不是怕黑啊 你是不是怕黑啊 谁怕黑啊 您好 小龙虾到了 抱歉啊 您房间刚刚跳闸了 马上解决 不好意思 爸下哪儿 先生您好 您的小龙虾到了 先生啊 不客气 慢点 喂 现在找我什么事啊 你到底在哪儿啊 你是不是和宋静春在一起 你俩的行李都快赶上珠木朗马蜂啊 没事就挂了 喂 喂 来 闹鬼的事啊 我其实在网上也听过 大多数 都是房间里出过人命 不过没事 这个酒店肯定不是 只是线路出了点问题 你别信大唐李小琼说的话 龙虾也到了 你自己好好吃 我先走了 你别走 我龙虾点多了 一个人也吃不完 坐下来一起吃吧 这家小龙虾 是网红小龙虾 我跟你说网屏特别高 特别好吃 吃啊 是不是绷在我脸上了 给我拿张纸 你看 吃啊 别客气 吃啊 吃啊 别客气 吃啊 别客气 吃啊 吃啊 别客气 吃啊 吃啊 你自己去了 你自己去那里 尖释 汉子 加紫 吃啊 吻子 拿到你自己下来 空的 你自己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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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去吧 你自己去吧 没能抵达的爱情 无法实现的约定 换一个人继续 曾和你有过的交情 像倾盘大雨 下的行事里 没有地带的风景 少了陪伴的光影 我一个人继续 寻觅 我不过偷情你回忆 短暂交替刻骨铭心 是什么拆散 曾经紧握得熟悉 我不过偷情你回忆 天真以为永恒落地 到晚了祝福就该离去 我静静图进你回忆 短暂交替刻骨铭心 什么能拆散我们紧握的手心 却不知突进你回忆 总有一天又何地 你回忆 云吻的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